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S平台的动作设计游戏 奇奇怪界,黑斗篷之谜 本期是投稿 投稿的小伴是凯凯LKK 这个ID可能很多小伴很熟悉 我刚开始了解凯凯的时候 他正在做沙罗曼蛇 还有空中魂陆罗的重置版 但是后来他就开始开发独立性质的作品了 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他制作的霍兴战士 还有加纳战刃 这两部作品应该都在Steam平台发售 我看他最近在忙活的一款作品 《赞定零》叫红蓝细胞 应该也是飞行射击类的 凯凯真的是很擅长这个类型 所以最近他联系我的时候 我还想凯凯大神是不是有新作要发售了 宣传一下 结果不是 凯凯说要投稿 而且投的还是一个困难的难度 这几年我一直看他做游戏 很少看他打游戏 没想到打游戏也这么厉害 真的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啊 也希望他的新作能大卖吧 大家也多多支持一下 本作是2022年发售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重制版 原版是92年发售在超人平台 原版我是录制过的 现在也是有观众的版本 每个关卡开始之前 是有名称显示的 而且很多boss也都是老面孔 所以这方面就不详细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地方已经来到了第一关的boss战 boss还是斗头 看斗头的眼神不大正常 是一个很兴奋 或者是暴走的状态 重制版的剧情 基本上是延续了原作的设定 说的还是黑斗篷 引起了妖怪的骚乱 小叶和魔怒化 来平息这次骚乱 一阶段打完 斗头变身了呀 二阶段看起来很有力量感 而且体积也变大了 这个家伙发射了斗角 这个斗角肯定是没熟 谁吃谁中毒 只要你敢吃两口 你的胆质就保不住了呀 黄老师对不起啊 这个梗最近实在是太好笑了 第二关来到了混乱之森 本关换角色了 换成了魔怒化 游戏是有不同模式的 包括了剧情模式 还有自由模式 如果你玩的是自由模式 那么你可以使用固定的角色 从头打到尾 但是如果你选择了剧情模式 你就需要在美观 玩系统给你安排的角色 本作在剧情方面 进行了一点拓展 加入了时间穿越的原则 实际上就是给新角色 制造登场的空间 92年发售的原版 只能够使用小叶 还有魔怒化这两个角色 但是重制版 新加入了三个角色 包括天电女 营玉钱 还有雷 不同的角色 在攻击性能上是有差异的 因为本作还引入了一些 新的设计动作 比如说连发 开开投稿的时候 准备了两个视频 一个是带有剧情的 视频长度一个多小时 还有一个就是 今天我姐说的 没有剧情 当时她让我选 其实我没得选 一个多小时坐下来 把我老命就要了 现在确实是挺忙 而且体力精力方面 也是不如从前 最近这一天换季了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耕种的一个小园子 收拾了一下 把一些豆角 还有西红柿 用竹杆绑的架子 收拾起来 重新打垮 然后所有农作物 把它从地里拔出来 装到袋子里 当做垃圾处理 其实这个园子没多大 十几二十平左右吧 如果放在新路股的世界里 那大概就是一个 一的洒水器 再加上一个高级的洒水器 就覆盖了 在游戏的世界里 你按几个键 不到十秒钟 就处理完了 现实当中 我忙活了两个小时 这已经是两三天之前的事了 但是我现在仍然浑身都疼了 从腿 腰 背 到脖子 还有手 手臂 没有一处不疼的地方 所以最近做视频 确实是有一点倦怠 面对着一个多小时 还有半个小时的视频 我果断的选择了后者 不是半个小时更有性价比 而是一个小时真的做不起 原本这个投稿的 时长是36分钟左右 我又剪掉了两分钟 算是给我的老腰留了一线生机 第二关的流程真是不短 已经打到水面上了 从水里跳上来的是河童 整体的流程是八关 其中最后一关就是一场BOSS战 同质版的画面真的是好了不少 同屏的元素也多了很多 最近这几年我感觉是有一场 怀旧游戏重制的风潮的 有些游戏重制之后确实素质不错 但有一些也很一般 哪些一般呢 一般我没录制的就是一般啊 本关BOSS战 BOSS就是克拉肯啊 好大一只章鱼 触角上都有眼睛 还有嘴 克拉肯还抱上了自己的名字 省得魔弄话去问了 来见可留性命 但有嘴和眼睛的触手 怎么看起来像鸡呢 又有一点像鸟 好多的宝箱啊 估计一次性给的好夸张啊 BOSS的攻击还是比较城市化的 越到后面的阶段 他的攻击会越频繁 两个出手一起拍机 已经打完了 好像很多的金币落到水里了呀 我当年玩游戏 尤其是RPG游戏 东西没捡就算丢啊 第三关使用的又是小叶 但根据剧情 这里应该是灵魂状态的小叶 火焰帮助魔弄话 抵挡了黑斗篷的攻击 我印象当中这个剧情原版是没有的 房子里边有隐藏 地面的这个怪 让我想起大烟蛇 但是你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 他的造型稍微有一点猥琐 他的攻击方式最好不是尖端 发射飞行道具 好家伙这只更形象 所以小叶都遭遇了一些什么呀 到前面去上船 近身攻击还是能够抵挡敌方子弹 这个设定原作就有 我感觉人物的比例有一点变化 看起来比原作要小 原作毕竟是发售在了超人的平台 人物烧大一点的话 同屏的敌人数也会少一些 这个地方可以决战了 赶紧把这两个货清理掉吧 不要再让他们出现了呀 墙上有两只手 伸出来的时候还有半跟踪的性能 原版我是不记得有这个敌人的 到目前为止整个流程打的还是挺小心的 有很激进的赶路 毕竟是一个困难难度 这种跳来跳去的石头太密了 最后是一个飞扑钻过来的 Boss战 Boss战这个位置一般都是有不记 我感觉很多当年的轻版动作游戏 在一些设定上我是不太理解的 虽然从游戏的角度来讲 打Boss之前给你一个血量的回复 打Boss有一点底气 但是从Boss的角度来说 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往旁边的桶里放一个汉堡 或者是一块大肉 等着玩家去捡 为什么要奖励他 而且Boss战处的回血道具一般都给的比较大 相当于两条命啊 这个地方换了一个角色 这也是剧情安排的 换的是天电女 神说当中他是跳舞呀 跳的还是那种 副甲比较少的舞蹈 跳舞好啊 跳舞得学呀 游戏当中他的着装呢 也是防御力最高的 这一点只能说符合人设 这里我还以为遇到了蜈蚣长老呢 结果每一个都是单独的个体 简直是重体无功啊 刚才这个怪是手的样子 但我怎么感觉他只有四根手指 我没数错吧 我没数错吧 应该是四根 四和五我都需要确认一下 所以是真的老 我数学能力的巅峰应该就是高考之前 后来上大学接触了高数 就感觉进入了混沌领域 我感觉我当年的天赋点 应该是点在了语文上 结果作为男孩最后还是选择了理工专业 我老婆大学的时候是中文专业 后来改成叫汉语言文学 他们有一个选修课 最后留的作业是写小说 他就跟我说不会写 你给我写 现在回想起来 那个时候 我就是他的NPC了呀 只要靠近就有各种任务 让我想起小的时候玩的各种RPG游戏 就是各种任务 组合成的主线流程 设计类的游戏当年我玩的是比较少的 刚才一个位移应该是没过来啊 被夹到了一下 还好只是损失了一点血量 在墙角卡射击位 清理了两个敌人 那不用问了 前方又是BOSS战 这个BOSS是黑斗棚坐下的魔兽 长了一个牛头 可惜不是牛头人啊 我刚才是不是说可惜 应该不是啊 大家肯定听错了 这个BOSS的攻击方式好狂暴 在墙角卡射击位置 可以使用近身攻击打飞的 可以给自己制造一片相对安全的空间 在墙角卡射击位置 奇奇怪界这个系列 我最开始是在电视网上看到的 玩到是很晚的事情了 2000年之后了 因为超人当时的普及度实在是比较低 第五关又更换了使用的角色 这是盈狱拳 他手里拿的踢刀实在是很有气势 所以这个角色的定位可能是那种高输出 但是攻击范围要稍弱一点的角色 远距离的话可以放弓箭 如果他的弓箭和其他角色的远程攻击力 还差不多的话 那角色的特点就不算鲜明 多角色的话就是要做出差异 这样不同打法不同性格的玩家 就会有自己的选择 如果都差不多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意义 小的时候玩双阶龙滚斗罗 虽然是比尔兰斯 比利和吉米 但本质上只是换一个颜色而已 所以后来双阶龙的三代 就加入了新的角色 有速度慢攻击高的 有灵活性好 但是输出一般的 做角色的性能差异 还是要看SRPG游戏 如果是王大RPG游戏的话 会稍微弱一点 因为他可能一个队伍里边就三到五个人 但是SRPG的话一个队伍里人就多了 有负责输出的 有负责做肉盾的 有远程的法师 有远程的弓箭输出 还有刺客一类的高暴击的 还有负责回复的牧师 有高机动力的骑士 甚至有飞行部队 飞行部队一般就怕弓箭了 像赢狱前这种正好克制他们 游戏玩多了就容易串台啊 我感觉新加入的三个角色 我还是更喜欢赢一点 游戏手里这把踢刀实际上不是很重 所以作为很多女性的武器 能够挥舞的洞 剃刀的剃就是草剃的剃 草剃精 武器是真的不能太重的 大家在小说里或者是在一些评书里面看到的那些锤 真的是不太现实 现实当中的锤有种说法 叫做垂不过虎 就是不能比你的虎口更大了 再大的话就轮不动了 轮底下要是没力气了就等着被人砍 看影使用的剃刀 做出很多突刺的攻击 但是我看实战当中剃刀的攻击好像灰砍更多一点 本关要打两个boss 一看就是冰属性呗 下方的战场让我想起了一个有名的战略 到处都在燃烧 一般打双boss的话 最好的选择就是先干掉一个 虽然是困难难度 但是感觉本作的boss耐久度都不是太高 接下来还有三关 第六关和第八关的流程都不长 主要的角色又回到了魔弄化 后面的两关就都是小叶了 毕竟是女主啊 剧情里边登场的机会还是要更多一些 所以小伙伴可能会说不对啊 不是说有三个新角色吗 好像只看到了两个 其实在使用精玉前那关 实际上是二选一的 想要使用另外一个角色 那就下周目再来吧 上来就是boss炸 这里的地形对玩家不太有利 首先它是一个强制的卷轴 需要一直走位 终于是来到了能补给的地方 结果呢这个卷轴又会往回带 而且地面有很多的火焰 对所谓的要求比较高 结算 本关血量掉的比较多 关下7决战黑斗篷 小叶的画风还是偏卡通画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阶级平台的战国之刃 你看内部作品的巫女 它是一个什么造型 海纳百川啊 有容乃大 真的是不服不行 而且那款游戏 在你不投币的时候 它会进行一些自动的演示 还有剧情交代 在片头剧情的时候 有一个镜头 真的是非常震撼 30年过去了 我现在还记得 而且之前我曾经录制过那款游戏 录制完之后解说 然后上传到了几个平台 当时片头的那个画面我是保留了的 结果在几个平台就没过审 其实我感觉不至于 但也在侧面说明了 内部作品的雾 确实是有点东西啊 我感觉这里可以冲过去 可能会损失一点血量 这几年总录制游戏的视频 录制之前我会看一些其他高手的打法 所以我自己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因为现在能够看到大量的一般就是速通类的 导致我很多地方现在倾向于用血量来换时间 这个战舰的结构好复杂呀 有很多蒸汽的元素 所以这个世界到底是玩魔法的还是玩科技的呀 你要说是魔法和科技并存的世界 那我可以想起了很多的作品 有很多的RPG游戏都有类似的设定 屏幕的正下方是关卡的现实 这个时间我感觉给的还是比较充裕的 每次过关之后还能进行一下结算 变成分数 地形的结构复杂 有的时候会给玩家带来一些障碍 但有的时候也会提供便利啊 比如说这种设计游戏 我可以卡一些位置 敌方打不到你 你能够够到对面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FC平台的魂斗罗力量 第二关的boss 就是在船上的那个 boss的体积比较大 他身前是有两个平台的 你站在平台的边缘 贴着 然后进行射击 这个时候你的子弹能透过去 但是boss的子弹打不进来 就等于把boss活活的驱死了 这里也是利用到了地形 刚才受伤了 受伤之后武器的等级下降了 所以谨慎一点打还是对的 保持好武器的等级 能够让输出更有效率 小boss站 站了boss的攻击死角 游戏的流程进入到尾声了 前方不远就是本关的boss 应该会获得一波补给 刚才又受伤了呀 近身攻击的安全性真的很高 我记得玩原版的时候 和boss贴的近一点 还可以作为攻击的手段 给了好多的补给啊 换了一下武器的类型 boss站这个地方 我感觉可以把第八关 变成boss的一个阶段 放在本关之后 放在本关之后 但是那样的话 就只有七关了 小的时候 就有一个观点 一款游戏 如果是动作游戏 最好的流程就是八关 可能是受到魂斗罗的影响 这边是被boss附体的角色 这里是被boss附体的角色 要把他解救出来 然后才能和boss去决战 其实把第八关放在本关之后也是可以的 因为一个最终boss他有三个形态 玩家还是比较能接受的 但是这个地方还是强行的 又分出了一个关卡 又给了一波补给 最终boss的体系做的很大 看起来还是比较有压迫感 攻击的范围真广 但是子弹中间的漏洞比较大 被贴脸输出了一波 这两个召唤物实在是威胁有限 这种激光的攻击让我想起了合计弹头3 欺负神也登场了 在帮助小叶 炸弹全都放光了 这一段打的好拼啊 boss又放召唤物了 这个时候就是输出的好时机啊 打完 这样的话通关 那好吧 这样一款IS平台的动作世界游戏 奇奇怪界 黑斗篷之谜就给大家录制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也感谢凯凯的投稿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